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杨启生 欢迎来到PowerApps 轻松学 哦不对我讲错了 是PowerAutomate 轻松学 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访客申请的案例 用Fons加Automate 还有核准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讲这个 之前有讲过可以用Booking做 Booking可以做直接访客预约的 那这可以做审核预约 这是比较简单的做法 好那你其实就设计一个Fons 像这样有房客姓名公司 email 受访者单位参访的理由 受访者姓名 受访者email等等 相关的资讯 我直接demo一次给各位看 房客姓名就是说 就我 好那email的话 不用另一个email 那受访者单位就是我这边 参访理由就是 这样选 email的话 到这边的email 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大致上是这样子 欸答错了 呵呵 好你就按提交就可以了 提交 好那提交完之后呢 其实我这边就会收到一个email 核准的应用 好我们去看我们的outlook里面 好我outlook里面 这边 这个 ok 好这就有一个访客参访申请 嗯 ok你可以在这边做核准或拒绝 那当然Tins也会有 Tins我这边看一下 嗯 嗯 对这Tins也有 好 那你可以用这连结 点到 点进去 哦不过看一下 这个 这个 ok你就可以看到相关的 这个 sharepoint前单上的讯息 哦 好 那我这边 直接 我透过outlook把它核准好了 我就按核准 好送出 ok 那我当然Tins也会收到核准哦 这边这已经结束了 那你会再收到一封 这个 嗯 以核准的讯息 好 如果sharepoint这边的话 你看 刚刚的 核准状态是 代核准嘛 那我现在按重新整理 ok你会发现已经变同意了 那这就可以给你们公司的警卫啊 或是 总机小姐看 那一页就可以了 好 那一页就是 这一页吧 重新整理 ok你就给他看这一页就可以 所以 所以他来的时候就可以 预线就登录了 好 那我们直接来做一些教学哦 嗨大家好 我是杨其生 预计 二四年过年后 我会推出自己的线上课程 包含 powerautomay 及powerapp 敬请期待 好首先呢 fons这边很简单嘛 大家应该都会做 如果不会的话 请 参考之前的影片哦 好 那基本上我全部 这应该都是单行文字哦 ok 好 那这个sharepoint list 就一样 其实我是用那个 microsoft list 那 如果你不知道microsoft list 请 点左上角这九个点 选这个list 你就选新增就可以 好 新增 那我这边没有做什么 我只有加几个 除了核准状态是用 是用选择栏位之外 其他都是用单行文字 好 ok 那我们回到我们 powerautomay这边 powerautomay这边 流程很简单 我们直接来做一个 好了 好 首先呢 我先把我旧的停用 停用 关闭 如果你不会进powerautomay了 很简单 你去 我教大家一下 office.com office.com登录你公司的账号子哦 按左上角九个点 好 然后这边有powerautomay 或是在上面搜寻哦 就打powerautomay ok你就找得到 好 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 那我从这页开始好了 那 通常可以选建立 因为我们是要自动化 所以是自动化云端流程 就是 访客申请 ok 那我们就选第一个 microsoft phones 对吧 对吧 好 ok 好我们就选建立哦 好 那这边我要先切回旧的 其实新的也可以啦 但 在我那个 我新的 我现在入线上课程之后 会教很多新方式的教训 访客申请 你选这个 好 新增 回应 你搜寻fons 但旧的版本 其实 教学上比较大 说真的 表单试别嘛 你就选 你这个 访客申请 回应试别嘛 就选 回应试别嘛 OK 那按儲存 好 我YT的教学通常 不太会解释 有时候会解释啊 早期的 那 因为要花很多时间 那 所以 现在比较没有解释那么多 那 你切到新的设计工具 所以 教大家一些新的 好了 OK 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 新增一笔 shap point 请的啊 怎么做 按新增 新增动作 你可以搜寻 shap point 好 第二个就是shap point 然后你选这个 裁判更多 里面有一个新增 建立项目 它说网站位置 因为这个 我是在自己的 签单上建立的 所以呢 去把你前面的网址 复制下来 好 欸 在automate 那你需要输入字顶子 把它贴上就好 那签单的时候 你就会找得到 好 你就mister list OK 那现在这边 进阶算数有9个 你把它全部显示好 那title呢 选择闪电 动态那样 我就选择 魂喜别 收房单位 就是 收房者单位 收房者 就选择 收房者姓名 收房者 mail 好 房客公司呢 填一下 房客公司 房客姓名 好 房客的mail 好 那核准状态呢 我们用选的 选带审核就好了 好 就按儲存 好 我一次做到底 OK 大家这个好了之后 其实就会建立到前单上 那我们再新增一个动作 就是做核准 那核准呢 你可以搜寻核准 好下面有一个核准 那我们选查看更多 就选起动变动后核准这个 好 那我们就选 核准第一个回应 最下面这个 标题呢 标题呢 你就写 房客申请 指派字的话 你就搜寻mail 好 那你就选这个 受访者的 email 因为要传给他 加加核准 那详细资料呢 你就可以当 这个 参访者 ok 你就用建立项目也可以 就去找 找一下 算了 我用回应了 房客姓名 房客 公司 好 理由 哇有点冷 瘦了 瘦了 瘦了一点 没什么理 好 那这边 理由在哪 在这 参访理由 好 就这样 那项目连结 你这边可以直接在动态内容找到 在建立的项目里面会有一个连结 叫link to item 这个 好 描述一下就是 相关资料 好 那就是 起用通知了 好 你按 再次编辑可以按儲存 然后 不用我们就直接下一步 新增动作 那选这个控制项里面有一个条件 可以 左边呢 这边就是 这个结果 那右边 is equal to 什么 打一下 Approve 好 如果Approve 的话 这边 就更新相 所以你可以在 sharePoint上 查看更多 有一个 更新相 好 好 要输入自定 我们用一样贴上 清单就是这个visit list 那识别码呢 你就会找识别码 好 进阶参数 其实我们只要更新一项就是 这个核准状态 有改成同意 好 那另一边也是一样 那我们就不做 我们就用复制 按右键复制 去贴上 那这边也简单啊 只要更新层 拒绝就好了 好 完成之后你就寄一封信给 这个参访者 好 那我们就直接在下面做 好 其实在最底下这里做就好 我们直接在这里做 新生动作 去搜尋 outlook 好 里面有一个传送电子邮件 这个 点进去 那收件者呢 输入自定值 你就看一下 收房者 房客 房客 1秒 那主子呢 我们用闪电 就是收房者 对啊 下面 这个收房者 然后呢 我们用动态内容 我们用这个 结果 你的 申请 参访申请 我有问题 请来先 学问 这样就好 但你可以加很多 我现在不想加很多 好 OK 我们按储存 好了 那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再来试一次 诶 刚刚按储存了 好 我们直接在这边再申请一次 好 房客的姓名就是 随便打 房客 那个 它打 ms 房客要收 收回到email 好 收房者单位就是 好 一樣做 就是 就是 veaster 好 好 email 但是那个 這個Fox有缺點他沒辦法做驗證 所以你要驗證的話其實要在Automate做一些設定 那這邊這個案例其實沒有講到一些減核的動作 好 沒關係 那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好 我這邊核准完了 那我這邊Teams應該會收到訊息 我再看一下 喔 馬上就傳了 好 來 這是我剛剛Key的嘛 我往訪客裡有這個 好 這次我按拒絕 看會怎樣 按拒絕 好 來 我來看我的這邊 Misted List 應該會寫一筆啦 現在就直接拒絕了吧 對 但馬上就寫進去了 好 那我訪客當然也會收到訊息啦 好 我來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這邊 這個 手鍵在這 OK 這是上一封的 這往上一點 有喔 看 這是rejet 只是我這裡沒空格嘛 因為動態呢 我沒有幫你空格 請自己加空格喔 好 那我們今天教學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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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